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年的世界波日就在11月下半月登場。 有小商品之都的移戶雖然是拿著大量周邊商品訂單, 但是今年是受到疫情和封城的影響,令到他們的生產緩慢了很多, 壓力亦好大,現在當地的工廠在加緊趕工出貨希望趕到開賽。 在202年的他達世界杯足球賽就在當地時間11月20號就會開場, 距離開幕只剩兩句,近期二烏工廠在持續趕工趕緊世界杯周邊商品, 亦希望出貨去到歐美客戶手上。 根據大陸介面新聞、商業體育媒體冷紅體育報導, 咁多屆世界杯前夕都是浙江省二烏市的外貿單的甜蜜旗來的。 以前世界杯周邊商品有超過一半都是二烏製造的。 今年的訂單潮由4月份開始, 一直持續到8月底、9月頭之間就暫時告一段落。 由於製作需要花一個月左右, 再加上有40至60日的海運期, 所以必須要持續時間才可以在今年開幕前把商品送到客戶手上。 但是由於今年疫情影響, 二烏在8月期間曾經實施過全域靜脈管理, 雖然隔了幾天開、解封, 但是有不少企業生產和物流, 仍然都受到疫情防控等等規範限制, 影響其實一直有蔓延到現在。 同時這個報導說, 以前世界杯同聖誕節商壯年度是會亡上加亡, 所以今年好多異烏的商家都充滿焦慮。 有一個業者說, 8月份大家都死值了, 心很慌, 物流受了不單影響發貨, 還影響了原材料的輸入, 直接令到它們的生產受到一個很嚴重的影響。 根據報導, 封城之後的影響仍然在。 異烏所生產的世界杯商品都混在倉庫裏面, 異烏的商家仍然是不斷收到它們的客戶在吹單, 就這樣在一路看著時間越來越逼近, 又趕不到出貨時間, 其實那些商家和那些客戶一樣都是這麼急的, 因為如果出不到貨給人的話, 就不用自收尾數的。 其實除了生產和出不設貨之外, 疫情方面亦都是令到客戶選擇分散風險, 但是這樣做就令到異烏的企業收到的訂單真是減少。 這點其實是很合理的, 因爲如果你的疫情搞到人家幾年一度的世界杯賣不到產品, 那它是很大鑊的, 因爲賺不到錢, 所以它們會分散訂單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, 至少它們有東西在手買得到給人, 這個我認為站在它們, 自己叫做經營者的角度來講是很合理, 但是對異烏的商家來講是一個幾致命性的打擊來的。 這引述一個叫做生產波衫訓練服的業者表示, 根據以往的經驗, 世界杯的訂單是會每屆增加的。 以它們的公司來講, 2014年世界杯到2018年的世界杯, 那個訂單增長幅度竟然有去到四成, 但是今年與2018年比只能夠持平甚至有下跌趨勢, 其實看得到。 如果它說增長率去到一個這麼高的程度, 你現在同樣一百年時比只是持平甚至下跌, 基本上已經等於有不少訂單走了去第二度的了。 即是說現在你因為疫情, 除了影響到民生之外, 這些這樣做出口的單, 同樣人家都是要分散風險未必放在你這裏, 所以打擊相當之大。 好了,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留個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咯, 拜拜!